墙台山土而来袭 总统赖清德一日一早 亲自作证中央灾害应变中心 在与花莲县长徐真卫视讯年限时 对徐真卫提供的 山区测寸人数仅3000多人 资料有疑问 6度跳针质疑人数 还一度纠正说 中央应变中心的资料是8259人 最后才由县府团队 拿出数据证明是3000多人 现场气氛有点火爆 跟总统报告预防性的撤离 我们一共是撤离了3000多人 3000多人 目前撤离3000多个吗 但总共预计要撤离多少人 我们就是撤离3000多个 这是全部撤离的 对 对已经撤离3000多个 但是花莲县政府根据依法 要撤离的总人数或总户数有多少 我们目前花莲县政府预计要撤离的 总共有多少人 目前撤离了3000多人 全部的保全户一定是优先来撤离 一定是首重一定能撤离的部分 我知道但预计要撤离多少人 预计撤离在户籍内的有5884人 这部分请徐县长还有县府的团队 能够确实掌握 因为目前中央应变中心所掌握的 贵县应该要优先撤离的人数 要到8000多位 8259位 但目前只撤离3000多个而已 网友提出7个凯米台风 花莲撤离人数3296人 隔两个月总会有8000多人 总统累了吗 总统没有错 总统不会错 都是幕僚的错 任何观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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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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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